淡水河港过去就是东亚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 而一旁的德济历市洋行是今日的珍贵历史文化资产 但这些古迹对于民众而言却是相当的陌生 淡水古博馆为了提升区域文化与风貌保存意识 今天特别邀请到来自日本及厦门的大学教授 来讲述历史上台湾港口的重要性 也经验分享如何推动和保存世界遗产 借此让参访的学员对于家乡的遗迹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既然说有把德济历市洋行弄好了 那对整个一个后续的一个教育 跟一个培养我们居民城市的一个基因 我们特地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那找的也是像日本或者像中国厦门 那几乎都是同年代在西洋的一个贸易之下 都有一个辉煌的过去 当然一个老街区会逐渐没落 那如果让这个老街区历史的记忆的这种城区 能够再利用再出发 那也是大家共同来思考 除了研讨会古博馆也开放了 新北市国际艺术村艺术家的工作室 让民众一同体验新的文化艺术资产的创作过程 而淡水区长表示 透过专家学者的经验分享 如何让市民一同参与世界遗产的保存 对于原本就拥有许多文化资产的淡水 是相当珍贵的参考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这个我们淡水呢 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古迹 或是说陆续陆续当中 我们还在这个发掘当中 那如何透过这个市民的了解 透过我们的教育 那大家对这种古迹保存有这样的概念 然后在保存秀务的过程 然后如何让市民参与 这个日本教授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怎么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市民参与 淡水一直以来就是富含文化遗产的重镇 透过研讨会从过去的历史着手 建立民众的文化保存意识 让这些古迹不再只是一间间的老房子 而是拥有历史文化背景的珍贵资产 记者许端益 廖品涵 淡水采访报导